南宁湾香菇面就是我们延安市南宁湾镇的一道陕北特色美食 来南宁湾红色旅游时必须得来这么一碗香菇面 大家好,我是观想荣辉陈老师 那么今天我就把这一碗好吃的香菇面分享给大家 做咱们这个香菇面,首先咱们要做两种丸子 肥二素疤的前腿肉,咱们先给它打成肉末 500克的肉末,咱们放入25克的姜末 接着咱们再放入12克的盐 2克味精,4克鸡精 2克13香,2克白糖 最后再来上一克胡椒粉 将所有的料先给它倒入,倒进去 再加上20克生抽,给它中间鲜味 然后咱们再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再加上一勺面粉 再打入两个鸡蛋 接着咱们再加入这个大葱和花椒 提前泡好这个水 咱们这个水不能一次性加入 先给它倒上一点 接着咱们将它抓拌均匀 给它抓拌均匀以后 咱们要给它搅拌,一个方向给它上进 搅拌了这种程度 这个肉馅比较有粘手 而且有弹性的时候 咱们再加入上一点芝麻香油 继续给它搅拌均匀 今天咱们拌的这个肉馅 是一种肉馅做两种丸子 一种是油炸丸子 一种是水煮丸子 如果这个水煮丸子里面 加了这个魔花或者面包糠的时候 咱们在煮的时候 它就容易散开 所以咱们今天就不加了 现拌好了以后 接下来咱们开始做丸子 油温180度 咱们下入极好的丸子 下进去以后 砸到定型以后 咱们给它捞出来 让这个油温再升一会儿 油温升高以后 咱们倒进去 再给它覆炸一遍 丸子砸到这个表皮焦黄 全部给它漂浮起来以后 咱们给它捞出来 到了肉瓢里面 控油备用 接下来咱们开始做这个水煮丸子 做咱们这个水煮丸子 这个水的话 一定要是四开非开的时候 咱们把丸子给它放进去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丸子才不会煮散 全部放进去以后 咱们大火将它烧开 轻轻的推一下 防止它这个粘锅 丸子煮的全部漂起来以后 咱们再煮个一两分钟 煮熟以后 咱们将丸子给它捞出来 接下来咱们准备点配菜 提前这个干香锅 咱们用这个凉水 给它清泡上两个小时 然后给它切成这种薄片 咱们这个香锅 一定要用这种干香锅 这种香锅的话 味道特别的浓郁 切好以后 咱们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咱们再切一点 这个提前泡好这个木耳 木耳咱们就给它切成 粗一点这种丝 接着咱们再准备一点 姜葱 还有这个干辣椒段 所有的食材 全部准备好了以后 接下来咱们开始调高汤 咱们锅里面 加入少量的葱油 油热以后 咱们放入咱们这个葱 姜干辣椒 给它炒出香味 然后再放一点这个海米 没有海米的话 咱们也可以放点虾皮 主要是增加这个汤的鲜味 所有的料炒出香味以后 咱们放入咱们熬好这个高汤 然后再倒入咱们泡好这个香菇水 大火将这个汤给它烧开 接着咱们在这个汤里面放入盐 味精 鸡粉 再来上一点白胡椒粉 最后再来上一点蚝油 咱们给它搅拌均匀 好了 这个汤烧开以后 咱们将这个香锅倒进去 木耳 再把我们这个鸩唇蛋倒进去 还有两种丸子 全部给它倒进去 倒进去以后咱们稍微煮上个一两分钟就行了 这个汤的话咱们只是要保持一个温度 不要熬的时间太长 如果熬的时间太长的话 这个味道的话有点偏重 水开以后咱们下面条 这个面条的话咱们一般就用这种刀削面 自己做也可以买这种成品的都可以 面块熟的时候咱们再下一点青菜 面煮熟以后咱们将它捞出来 咱们装入碗中 然后浇上咱们这个高汤 最后咱们再撒上一点香菜 给它点缀一下 这样咱们一碗好吃的南尼湾香菇面就做好了 吃起来汤鲜味美 丸子也特别的口坦又嚼劲 喜欢的话大家动起手来试做一下 如果有机会来南尼湾旅游的话 一定要来上这么一碗香菇面 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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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